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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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 那是无量无边了 《无量寿经》给我们介绍得非常详细 自行自正的功德 化他的德能 其中有著名的二十二个比喻来全息极乐菩萨的这种功德 比如说他们的智慧就像大海般的升广 他们的禅定三昧就像须弥三王一样 他们心地清净了就好像雪山能够造建一切功德 平等一向他们的心地就像大地一样的平等 一些清净的污秽的好物的差别都没有 他们的智慧就像火王能够消灭一切烦恼的财心 他们的般若的无执着心就好像那个风在运行 行足世界没有障碍 他们的心形就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不染一切世间的染法 乃至于他们的心就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 那种对众生的大慈悲 大慈悲心是那样的平等 我们了解菩萨的功德是很有必要的 这些菩萨这么甚深的功德 只是时节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成就的 于是就想到这个往生净土一法 为什么是快速圆成佛果 就有这些极乐往生者极乐菩萨来做一个印证 那么天津菩萨就讲到 观察极乐世界的菩萨有四种正修行功德成就印之 就是这些菩萨他功德很多选择的其中四种功德加以介绍 这四种功德主要是利益众生的功德 还没有去介绍他自正的这种功德 好 那这四种功德成就它是正修行 这个正是什么意思呢 那谭伦大师就对这个正修行的内涵给出了一个解释 就是它是从真如法性当中生起的修行 那这个真如是一切行法的正体 就是正面的正确的那种体性 那么这些菩萨是体真如法性而修行 从体起用 既然它的行修行是从正如体性生起来的 真如是无形无相的 从本来意上来说 体如而行则是不行 没有修行之相 那虽然体性上是不行 但是现象上又有形齿 这叫不行而行 不行而行就是如实修行 如实修行就叫正修行 就是具有圣身的般若智慧为前导的这样的修行 所以它这些菩萨修行在体性上 唯一的就是由真如自信实相生起来的 在道义上又能够把它分为四种 这四种修行就是从它的真如自信生起的妙用 所以这四种修行就以一如来统阔 那一如里面就是它的信德 信德具足一切功德 心无禁锢 修行也无尽 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 这个无量修行讲究以佛那样的智慧 以无碍的辩才 要把极乐菩萨那种功德的 要撑阳宣说尽的话 也是眼说不尽的 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在这里概述四种 第一种就是不动硬化德 不动硬化就是在极乐净土 它的抱身不动不摇 然后它的硬化身可以变往十方 无量无边的岔土做种种的硬化 这就是如实修行 常做佛事 它硬化到他方世界去干什么 是恒常的广做佛事 那这个佛事是什么呢 就是开足众生淤泥滑顾 一切众生都有正觉的莲花 但是掩盖在他的烦恼淤泥里面 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做佛事 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众生烦恼里面的正觉的佛性 给他开显出来 这是佛事 所以这个记者就叫 安乐国清静 常转无垢轮 化佛菩萨日 如须弥助持故 就是安乐是清静的 阿弥陀佛在那里常转无垢的法轮 那么这些变化出来的佛菩萨 就像日光一样 同时呢 他们爆身碌碌不动 像虚明三王一样 好 那这里所展示的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了 爆身不动 硬化身变往十方 无量插度广州佛事 这个水平是八地以上的水平 才能够住得到的 八地菩萨就要不动地 那这个菩萨呢 常在三昧 不要作义 他很常的在三昧 七地以下都要作义 入三昧才能住佛事 八地以上的菩萨不需要作义 藏在三昧当中 由这个三昧的故 爆身不动本处 而能应他方世界的情形 来变往十方 到那里上供养足佛 下教化众生 到他方世界去大转法轮 这个转法轮是无垢的法轮 那你看这个无垢 就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 属延伸出来的法 佛的果地上功德 是扑出一些烦恼 连习气都没有 这种烦恼习气的够然 都没有了 这才无垢 佛就为主菩萨们 转这个无垢的法轮 那无垢法轮 如果从五称佛法来看 就是一寸的法轮 不是二寸三寸 不作全说了 那么这个佛为主菩萨 转一寸的无垢的法轮 那这些极乐世界大菩萨 也得佛的阿弥陀佛的 愿力加持固 也能够以这个一寸的无垢的法轮 到他方世界去大转 来开化引导一些众生 而且这种大转法轮 没有一刻的停息 所以就叫长转 所以就叫长转 那再讲这个日 这里就是它的体像用了 法身 报身 硬化身 这个法身 就像这个日轮 硬化身 就像它的日光 就是它的光明 那么变造他方所有的世界 这就是它的作用 所以日轮是体 光明是相 变造是用 具足这样的体像用 那么用这个日光 来比喻呢 只能比喻它能够变质 但还不能表达它不动 因为日还有一个 从东向西的移动 由这个过去下面还讲 如虚迷住址 用这个虚迷三亡 如如不动的状态 表明极乐世界 他们的报身 在极乐净土 如如不动 对这个云泥花这个概念 这是出在《维墨七经》里面 在佛道笔里面 谈到 高原落地 不生莲花 逼时淤泥 乃生莲花 这个高原落地 是指二称的行人 声闻 圆诀 他们证到的那种偏证涅槃 偏证涅槃他就取证 取证偏证涅槃 录道那样的禅定三昧里面 祭定里面 他就不能从空出甲了 不能发菩提心 庄严净土 饶益众生了 所以他就不能再生起佛法 也不能生起大乘的菩提心 也就意味着他就永远不能做佛 就用这个高原落地 他生不起那种正觉的 大乘的棉花 好 那B是处在那种很悲 很低洼的 又有湿泥 那个泥巴还很脏污的 那个污泥里面 反而能生出莲花 那这个淤泥就表明是烦恼 在烦恼的淤泥里面 比如像我们这些众生 每天都是贪真吃满意 见识祸非常厚重 那这个在烦恼淤泥里面打滚 赶遭的是八股胶尖 好 这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同时也是一件好事 这因为我们在烦恼的淤泥里面 我们感觉到很痛苦 我们寻求解脱 我们得佛法的知识 我们关照这个烦恼的体性 当下是真奴 于是我们生起了一种 一种解脱 做佛的心 同时也让我们感到 一切有缘的众生 都跟我们同体 不仅自己要解脱 也那一切众生也得解脱 在烦恼淤泥里面 产生了一种菩提心 这种菩提心生发起来 他的力量恒猛 引导六度万恨 支持名号求生进度 他就最终能成佛了 最后这个正觉的莲花 真的就绽放出来了 就不是古墨在烦恼淤泥里面了 所以菩萨在我们这个 着恶的世间 种种视线 种种善巧 种种说法 无非是开化 引导我们在烦恼的淤泥当中 生起佛性的正觉的莲花 这就好像你这个莲花 种植在虚空 它终究是生不出来 但你往往在那种 又有粪呢 又有很脏的地方 你种植莲花 它还只要善于转化 转烦恼为菩提 这污泥浊水 恰好是滋养莲花的养料 所以文墨基金 这段开始是非常精辟的 要让我们知道 一切烦恼就是卢来的种子 就好像你不下巨海 就得不到无价的宝珠 如果用这个道理来说 我们不落到烦恼的大海 就不能得到一些种子的法宝 善于转化 好 那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 就是要有这样的悲心 到他方世界去做这样的佛事 来哨容佛法身三宝 使佛种不断 佛的法身会命 延祭 这是第一个功德 第二是表达极乐菩萨的 第二个功德成就 一识变智德 一识变智 前面是谈 这些菩萨的分身善淫 在空间上变智 任何的插头都能去 下面表达的是在时间上 一识在共识态当中 一念一刹那当中 他的硬化身 硬化身呢 就在不前不后 同时在一念一心当中 能够放大光明 就能够变智十方 微尘数岔土 在那里教化众生 在那里做种种的视线 种种方便 就是善巧方便 这是他的厚德制 要顺众生的根基 加以施舍旧度的方法 就好像我们谈西方觉子 那个绝门妙心菩萨 就极乐世界菩萨 他种种方便 他施舍了什么方便 他那个八个弟子 原来的弟子 他修道家的功夫了 在那里搞伏击了 于是他就方便一下 视线在那个祭坛上 来跟他讲法 讲了二十多会 等到把这些弟子 都能够引导到 这个念佛的正修行道路上之后 就让他们把祭坛撤掉 还有极乐世界的菩萨 你通过这个来看 他能够一时变质 分身善淫 他的悲心故 所以我们从古到现在 有许许多多的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到我们这个世间 做种种示现 就刚才讲的 绝命妙心菩萨 他讲他往生之后 那是在西境 静明地的时候往生之后 大概公元三百多年的时候 然后一往生 他又回到我们这个中国 做个种种示现 做个国王 做个比丘 做个居士 甚至做个屠夫 他做了这么多的身份的示现 我们不知道 叫做或隐或闲 或胜或逆 来 这就是他种种方便 我们在进度教理当中 会谈到像 善导大师 风干禅师 永明岩寿禅师 乃至于映光大师 都有一些吉项 表明是极乐世界的过来 所以这个种种方便 它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有时候很难看明白 但从这些经文来看 确实就有这种事情 尤其在最苦难的时候 这些佛菩萨一定会过来拯救 极乐世界 你看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在和观音世智 每天用他的那种无眼圆明 观察他方世界种种情况 来讨论哪个世界众生 情况怎么样 善根是不是成熟 一成熟 这个观音世智 两个助手就能够分身 乘坐神通 马上过去 不失时机的救度众生 甚至你看这个 悲华经理 释迦牟尼佛发愿 发愿在刀兵节的时候 众生非常苦难的时候 其中有一愿 是希望天上的天人 不要忘记他的菩萨的大愿 在那个时候 要纷纷下地球上来 以种种身份来度头众生 所以我们看 越是苦难的时候 越是乱世 越有这些菩萨过来 这就要我们 要由善根去感召 这个佛菩萨的悲心 那么这些菩萨过来 他修行所做 就是灭除一些众生的苦 我们在这个三界活宅里面 苦不堪言 然后我们迷惑颠倒 都不意识到这种苦 这就是可怜民者了 在佛菩萨眼里 我们是苦不堪言 那我们有种种的苦 其中最大的苦就是 生死轮回之苦 那这些极端世界的菩萨 一定要针对这样的 生死之大苦 实施他的慈悲的救度 由这个救度 我们一定会想象 这些菩萨一定会讲说 念佛往生净土一法 唯有这一法 才能解除我们三界 永迹轮回之苦 所以这个季子就讲 无垢庄严光 一念即一时 普照足佛慧 立以足群生故 所以第一个季子想 他不动本处 分身便往他方世界 那只是这个季数 这是空间上辨制 从实际上来看 可能还是有前有后的差异 你有前有后就不圆满了 如果他方世界 希望这个菩萨来 你必须到那个地方 去了之后才到我这来 那可能就有点等不及了 现在不需要排队 就在一念当中同时到达 大家都满意了 皆大欢喜 好 第三个功德就是 无垢共佛德 就是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去 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要以他的恭敬心 来供养赞叹主佛 这个无垢就是没有一个岔土能够遗漏的 都要去 那么这就表明他心量之广大 去了以后他要用种种的珍宝啊 香啊 花啊 床啊 盖啊 衣啊 音乐啊 来供养 供养之后 然后要歌养赞叹佛德 而且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这里讲 玉天月 花衣 妙香等供养 赞足佛功德 无有分别兴固 玉就是像下雨一样的 雨这么多供俱 这个雨呢 表明第一是多 第二呢 失时 恰到好处的下 这里有天月 有天花 有天音 有妙香 好 等等 无量的供养俱 这个等供养就是平等性供养 平等性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不是说如果这些菩萨 觉得我只能到很庄严的净土去供佛 我不愿意到惠土去供佛 那就有分别了 那就不平等了 所以他对于净土惠土的祖福 都要去供养 到这个惠土供养祖佛 要赞叹这个佛 比如赞叹释迦牟尼佛 还尽能在这个五诸阿世 人寿百岁的时候过来 受的是这样的悲小的身体 为一切众生说男性之法 来教化这些刚强男化的众生 他要赞叹佛的这种大慈 忍辱精神 虽然在这个惠土赞佛 但是在极乐世界的眼里 没有惠土之相 然后到净土去赞扬 祖佛的功德 这个向好光明 无量的庄严 国土也很华丽 赞叹佛的无量的功德 但是在净土菩萨眼里 也没有说有净土之相 有清净之相 清净和污秽 在这些平等心的菩萨眼里 它是平等对待的 这就是平等供养 所以这个无语 就是表明这些菩萨 能够辨制一些世界 一些祖父大会 没有一个世界 一个法会不会去的 那这种情形 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里原有了 申舟大师 在《维墨七柱》里面 他有一段话 来表达这样的意思 叫 法身无相 而苏形并硬 智运无言 而玄迹弥布 敏权无谋 而动于世慧 就是法身 无形无相 虽能无形无相 又能因特定的众生的根基 那个岔土的情形 来显现无量的相状 这叫苏形并硬 就是众生有感 他就有因 随众生的 随众生心 随众生的根基 做种种相应的视线 这是法身无相 苏形并硬 智运无年 就是你要谈到 般若的实相这些东西 那是离言说相的 心心冲灭 言语道断 无法用语言来说 这就是般若实相的情况 但是虽能无年无说 然后又次然说 不断说 广说差说 说出来的节级精证 还是好如烟海 这个弥伦法界 就是玄妙的佛经 还弥补 虽然弥补 但也无一年可说 没说一个字 虽然没说一个字 又说了很多 这一个是从 佛的法身的体上来说 是无年无说 一个是应众生 根据救度的方便来说 又次然说 说的很多 那这个佛菩萨 他们 度化众生的心 是无心的 是不会谋划的 是没有机心的 非得要计划什么东西 没有 这叫闽权无谋 没有谋划 没有策划 没有机心 但是无心又无不心 佛菩萨是无心 以众生的心为心 以众生为心 众生需要得到这种救度 他就用一种救度的行为 去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他从这种 无心状态当中 显现的动态 往往就跟 解除一些众生 苦的这个佛事 恰到好处 涵盖相应 所以用这段 深周大师的话 来比况 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 他到他方世界 遍一些处 不遗漏一个地方 上供诸佛 下跨众生的 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表现形态 也是无作妙用的 第四个是 辩世三宝德 就极乐世界的 这些菩萨们 要到十方世界 去 尤其有一个地方 必须要去 就是无佛法身三宝的地方 要去 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地方 因为佛法身三宝 就是救度众生的灵灯 持航啊 持航啊 一些众生如果离开 佛法身三宝 就永远的沉沦苦海 他内心的无明黑暗 永远不会硕破 永远建立不了 政治正见 永远的就会造作 足多的恶业 那众生 没有正性 政治正见 没有智慧的话 他放纵着自己的无明 三度烦恼 造的恶业 将会非常巨大的 所以 这个一定要 到那个地方 去注持佛法 庄严佛法身三宝的 功德大海 令佛法的光明 能够照亮众生的心田 令他们能够 生起如实的信节 如实的修行 用记字表达 何等世界无 佛法功德宝 我愿皆往生 视佛法如佛 从这里能够体会到 极乐世界菩萨 真的具有着像 阿弥陀佛那样的 同体的大慈悲性 不是说到了极乐世界 那么庄严 那么享受 就那里正好 好不容易来了 我好好享受一下 他不是这样 众生 很苦 他一定不会在极乐世界享乐 所以他那时候 六种神通现前 天眼通一看 他就能知道哪个差度 没有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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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三宝 没有佛法 生三宝 他一定要发愿去 一定要在那里 注持佛法 而注持佛法 还是对自己严格要求 就像佛 视线一样的 要注持那样的庄严 所以无量寿经 有相当的篇幅 谈到这些菩萨 他们在他方世界 注持佛法 讲经说法的情形 他们讲经说法 与一切种子相应 能够令大众 欢喜 幸福 在那里建立大法床 来吹大法罗 来集大法骨 你看就是 就是完全是一种 很积极进取的精神 知道佛法是拯救众生的 唯一的康章大道 要把这个赶紧要提供给众生 所以建法床 吹法罗 集法骨 都用大来表示 大秤的 或者要发大心的 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 一个菩萨要建立大法床 他自己就要严格要求自己 所以这些菩萨 到他方世界 视线三宝 比如说无佛的地方 视线三宝 一定要建立身团 身团是弘扬佛宝和法宝 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人能风到飞到火 那建立身团 这个身团有不有力量 这就看有不有持戒的意思 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一种 要自己好要修行 一定要修戒定会 一定是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然后才能为无名的常业 做大的智慧明灯 才能曝出众生内心的黑暗 才能为轮回的迷路的众生 做大导师 才能以不失实际 来生死无量的众生 令他们离开贪嗔痴 令他们对阿弥陀佛的名号 和极乐净土产生信心 所以这些菩萨 他做这些事情 由于他已经是八地以上的水平了 福的智慧很深 所以他是游戏神童 又悲心圣妾 所以你看这些菩萨 震到了空无相无悦三昧 但是他远离二乘的境界 不是治疗汉 他这以大乘 以大的那种车乘 来运载无量的众生 出离苦海道 所以你看前面那个三个基颂 虽然谈到变质他方世界 但一般都是有佛的国土 上宫诸佛下宫诸佛有佛的国土 那么这个基颂 恰好就是无佛的刹土要去 建立佛法 用六合境的方法建立圣团 如果没有这个基颂 那就说明极乐世界菩萨 所证的法身 他还不圆满 还有一些地方不去 或者我只愿意 或者只有能力到有佛的刹土 无佛的刹土 我不能去 或者不愿去 那就不圆满了 他所修的菩萨大恨的善法 就有也是不圆满 那通过这个基颂 我们要效仿 极乐世界的菩萨就有一个 我们能不能发起一个愿 比如在我们中国 比如在我们地球 有很多没有佛法身三宝的地方 那么我们能不能就在无佛法身三宝的地方建立三宝 这个愿能不能发起来 当然是不容易 有佛法身三宝的地方 你在弘法 大家善根很深厚 一来对你很恭敬 你也感觉良好 比较好教 到无佛法身三宝的地方 那环境很恶劣 众生刚强难化 你去了他不欢迎 甚至还会打骂你 不理解你 没人理你 甚至要饿死 能不能去 这就考验我们的悲心 你看有时候看看那些天主教基督教 他们有时候远还了不起 他专门到非洲丛林里面去传教 真的就是 就在我们中国西方列强 打开我们的国门 马上他的教就过来了 所以说他的商业军事 马上这个宗教就过来了 这些神父牧师还真是吃苦耐劳 还真的是很有效果 你看一些对外口岸的那些地区 还真的天主教基督教非常奉行 这也跟他近几百年来 这样的努力分不开的 甚至那些传教士想到的也是 亲贼先亲王去说服那些房地 为了讨房地的欢心 你比如在雍正房地的时候 那个传教士就过去帮他修宗 宗表给讨 有时候做城下都做几十年 无非是希望皇帝开恩 让他在这里有传教的自由 所以这都是种种的善解方便 当然说起来不容易 有时候很多外地的 也希望我们东宁市在一个 没有寺院的地方去建寺院 我都一概我们现在还没这种能力 所以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 还真的菩提心还到达不了一定程度 一听到那个地方就觉得那个地方很麻烦的地方 以后再说 但极乐世界菩萨可能他马上拍拍胸目就去了 对我们聂力凡夫现在还有障碍 但我们要学习 一定要想到一定要在无佛法身三宝的地方 建立佛法 很难 难能采口 这是极乐世界菩萨的四种功德 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是长行解义分的第四 第四段 叫进入远心 第四重 谈到这些都有一些理论上 甚至是圣生的理论上的探讨 进就是前面讨论的两种清静 两种清静 众生清静和气世间清静 展开就是三类二十九种庄严 这三十九种庄严的清静之相 就是庄严佛陀宫的庄严 庄严佛宫的庄严 庄严菩萨宫的庄严 这三种成就 是来源于什么 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怨心 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 要么你在庄严的庄严上进行了很多描述 描述的演化聊 我们都不知道它从哪来的 一定要抓住它的本源性的东西 那回到本源就是阿弥陀佛的怨心 这是我们时刻要牢记的 应该知道极乐世界三种庄严成就 就是二十九种庄严成就 是由阿弥陀佛的本地 因地属发的本愿 这个本愿就是四十八大愿 这个四十八大愿的怨心 是清静的 由这个清静的怨心之属庄严 这个阿弥陀佛的怨心是能庄严 这个一正二报是属庄严 那这个无论是能属因果都是清静 因静则果静 因就是阿弥陀佛因地 他这个怨心已经是切证了主法的实相 发了大菩提心的 那时候发愿的时候已经是登地菩萨的水平 甚至有的大德认为 已经是八地以上的水平 来发的这个称性的四十八大愿 发愿之后又以他的那种大慈悲心 大菩提心 无量节 一向专制庄严妙徒 极类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这个因地整个过程是清静的 而且是持戒经营 身口一三一 不仅没有犯戒的行为 连贪嗔吃的这种念头都没有 这是因静 因静 故果静 由于因静呢 所以到他成就佛果的时候 也就是说四十八大愿完成圆满的当下 他就有法藏菩萨就自然而然的成了阿弥陀佛 成了阿弥陀佛 他的果地上 就这个四十八大愿就产生一种利 这种利也包含着佛的果地上的十种利 那么四种无畏 十八不共法 就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 全都圆满 佛的果地上一切也是清静 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种庄严 不是无因故有的 它是有因的 就是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 因地的修行 所以叫非无因有也 就是不是没有因而有的 这个有就是妙有 也不是他因有的 不是其他的原因有的 唯一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发愿 怨恨满足而有的 那这个极乐世界是无尽的庄严 无尽庄严用了三类二十九种 概括为三种类别 用二十九种来概述 这就叫广说 广说 一般的广说是二十九种 你要再展开 那是无尽的庄严了 那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关系 叫广和略的关系 二十九种庄严 这是广说 那略说呢 就是概略的去说 就录到依法聚 依法聚 依法聚 则为亲近聚 亲近聚则为真实智慧无为法神 这是天经菩萨非常简洁的一个概述 好 这句话怎么理解 二十九种庄严可以摄入到依法聚 什么叫依法聚 这个法 就是法神的意思 这个聚是能权的张聚 聚是能权 依法是赎权 那依法聚就是说表达法神真理的张聚 所以这个 这一句能权显示着依法的张聚 就称为依法聚 那这个依法 就是不可思议的法了 那么十方一切祖父菩萨 都有他慈悲的愿力 他都能够 能够普现一切的色身到一切刹土 以他种种的形态来演说这一法句 这一法句可以普周法界一切刹土 如果从略说来看 所有的诸佛菩萨都在演说这一法句 演说十项法神真如 所以这一法句 一法就是不二的法 称性的法神 于是我们这个 善二十九祖庄言 就是这一法句的一种表达 所以可以从一法句延伸出来的 迷伦法界 又能够从迷伦的法界 可以伸到这一法句里面来 所以说上面讲的二十九祖庄言 就为广说 录道一法句就为略说 那为什么要视线广略相路呢 相及相路 是诸佛菩萨一定要了解广略的关系 才能致力立他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诸佛菩萨有两种法神 第一种是法性法神 法性法神就是略 清净本然 我们的法性 第二种是方便法神 方便法神就是 由救度众生所显出的缘起法 善巧方便 所以这两种法神呢 由这个法性法神 就延伸出方便法神 由这个方便法神 来彰显法性法神 所以这两种法神 它有一种表里 相应的关系 相辅相成 相得一章 所以它的关系是 异而不可分 异就是从表现形态来看 它是不一样 有它的差异性 这差异性是由它的 缘起的相状来说 但是从它体性来说 又不可分 因为它是一体的 这两种法神是一体的 就一而不可分 但虽然是一体的 你也不能执着它是一 一而不可同 一是它的体性的那种空 但是它用它不同的 缘起法属展示的相状 它又有它的差异性 所以这个 一而不可分 一而不可同 就有点华言中讲的 缘隆和行步的关系 缘隆不爱行步 行步不爱缘隆 行步是它的相状 缘隆是它的体性 体性不可分 这个行步不可同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样就是 广和略就相录了 广可以录到略里面 略里面可以录到广里面 所以你的方便法身可以录到法性法身 略也可以渗透到它的方便法身 所以由这个一法句 也可以延伸出二十九句 乃至于无量句的庄言 所以虽然是这样的 一而不可分 一而不可同 但统过来说 用这个法来指称这个道理 叫一法句 这个就是法性 就是这个样子 奴士性 奴士相 所以一个菩萨 如果不能了知 广略相怒相及的辩证关系 就不能自立 自证功德很难圆满 同时自证功德就是 他对这个法性法身的切入 就不圆满 不能自立 如果不能了解方便法身 你就不能利他 一个菩萨没有善解方便 是度不了众生的 那度众生 有时候方法可以是很奇特的 为了度众生 甚至叫行一非道 祝福道 这种或顺或逆 有逆的形式 所以为什么那些大菩萨 还视线成魔王 来度众生 来给你找麻烦 给你一点考验 来度众生 你经不起魔王的考验 就回去吧 你这个真经 还得要用烈火练一练 他视线烈火 让你难受但是让你纯净 这些 这些都是方便法身 你如果不了解这个 你就利益不了众生 那这里下面 简直这一法句 进一步来全息他的 本质意 就是清净句 清净 那一般我们理解清净 是离开一些烦恼 见或是或成杀或无命或都没有 乃至于烦恼习气都断得很 一点都没有 就好像烧木头 不仅烧成炭 连炭都烧的没有了 一点什么都没有 这就清净到极点 那么这一法就进一步用清净来全息 好 这个清净 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清净直接抵达一种实相的表达 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所以天静菩萨把这个三句 把它做了一个勾索关联的这种全息 一成地境 我们从现象上的29种状元 录到一法句 一法句录到清净句 一清净 一清净句是什么呢 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所以这三句辗转相录 辗转论证 你依什么样的义理来认为它是一法句呢 一法句刚才是表达着一种 法身真理的这个章句 那29种状元为什么叫一法句 是由于29种状元是清净 以清净句 可以称它叫一法句 那这个29种状元它怎么叫清净呢 你有什么资格认为它是清净呢 那叫一何意名为清净 是由于这个29种状元是由于它是一个实相 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的一种彰显 一种体现 它这种体现就概述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 无为法身就是无量寿 好那进一步层层拨损呢 那什么叫真实智慧呢 真实智慧就是实相的智慧 那智慧官就是讲般若的 我们一般有实相般若 有文字般若 有观照般若 那实相到了实相般若 实相般若智慧是很难言说的 因为它是无相的 实相是无相 由于实相无相故 所以真知就无知也 实相是无有形象 不可把握 不能表达 那真实的智慧就是无知 无知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由于无相当中 就没有能和所的建立 没有能认知和所认知 你一看能数 它就是无分别 平等 既能无分别的话 那表达的那个就无知 我们说知道很多东西 知道很多东西是有能有所 能知和所知 我们才一系列的概念 系统理论体系 一切都是能 现在你没有能数 你就没有观照的对象 那就绝代了 就不二了 那就无知 所以真实智慧就是无知 这个实相就是无相 好 进一步说 这个无为的法身 就是法性身 这个法性是不生不灭的 是极灭的 既然是极灭的 那法身就无相 那这里的关系就是 正因为体性无相 它才能够在现象的元体上 显现无不相 就像观世音菩萨正道了元通 它能够就有三十二项 无不相 既能这个无不相 是从无相的法身里面出来的 那么当下这种相好庄严 无论是三十二项八十水情好 乃至于八万四千相 八万四千好 它属庄严的这个佛身 当下就是法身 相好庄严既法身也 而法身无心无相 但是它要借助庄严之相来显 来彰显 来寄托 所以为什么说 造相功德很大 就是我们能造一个庄严的 卢法的三十二项八十水情好的佛像的话 就能够凝聚法身 法身的功德 因为法身便一切处 但是法身正是凝聚在相好庄严上 在相好庄严有法身那好 那这个佛像就很灵验 有求必应 你一拜它 它真给你加持力 因为法身功德在那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造相 一定要造得庄严 如果你造得不庄严 缺胳膊缺腿的 或者又长又短的 那就麻烦了 那法身功德既已不上来 而且你造相造得这么丑陋 不仅没有功德 而且还有严重的后果 所以造相功德无量 就是你造得不好的话 那也有罪果 所以你看这就 所以法身无相 但又能够无不相 无不相 如果从法身显现的自然的 它一定是很庄严的相 庄严的相 用我们这个诗言 转轮圣王最好的相来表达 实际上比转轮圣王相 更有庄严 那就用这个来寄予 你向好庄严及法身 这个意思 那无知 真实的智慧是无知 无知才能无所不知 所以一切种子就是真实智慧 一切种子就是佛所正道的 了知 法界 一切事理因果性相 就是无所不知的 这样的一些种智 它当下就是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是无知 一切种智是无所不知 所以对佛的智慧 要产生这样的信心 也是要从道理上明白的 你看这个《无调寿经》里面 当时阿难尊者有一个疑问 听到佛说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 没有大海 这些高山 所以他就问 那极乐世界没有高山 没有须弥山 那他的四天王天 道地天 以什么地方而住呢 他就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来形形 我们这娑婆世界 一定要有须弥山 才能够 这个 这个 四天王天 道地天 才有寄托的地方 那释迦牟尼佛在诡大之前 首先是谈佛的智慧 说我 你难道还会怀疑佛的智慧吗 就我当下 我见到的前面的无量无边的佛刹 这个 过去的诸佛是什么名号 跟我同名同姓的多少 这个南边的多少 西边多少 上方多少 跟我同名同号的 一下子说的 非常广袤的 时空态里面的 诸佛的情形 这佛的智慧就是 限量就是这么说出来 听得多难尊者是 一毛为絮 这个又经 这个又喜 所以才感觉说 我不是怀疑佛的智慧 我是担心佛灭到之后 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们没办法解答 现在问住的 你这个解答了 就好办了 所以这个佛的智慧 一切种子 无所不知 因为他所依托的是 真无知的 无分别的 无能所的 平等的 那个真实智慧 所以以这个真实来表达这个智慧 是要阐明这个智慧是什么 这个智慧就是一个实相 那谈这个实相就很难表述了 所以用否定性的情况 非诸非非诸也 就是佛的这种真实智慧是 非诸非非诸也 非诸就是不加造作 他的法性实相的自然的显现 非诸不加造作 无知嘛 但又非非诸 非诸就谈他无所不知 他圆一切境界 马上了解 就好像大圆境志就在那里 你只要景物来了 他就照得清楚 景物走了 他也空空奴也 所以那空空奴也照见一切 非诸非非诸也 为什么这个法生 又用无为来表达 是这个法生 是非识非非诸也 他无相非识 但又无不相非非识 那么非与非则 其非非之能是夫 这些就是能非和属非 或者非和是 这些在这个法性实相层面 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 它是超越了这些对待的 所以智是无代 无代你没有对待 它法尔自然的就是那个样子 如是性 如是像 不是说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好像仁彦经讲 那个文书菩萨 我真文书不是识文书 如果说我是文书 就是有两个文书 那就不合道理 所以在这个层面 不能说有识有非 所以百非之属不能比语 离世拒绝百非 不能比语 所以就叫它是亲近句 就在这个亲近句当中 一切那种对待的是非的 能属的相待的都离开 不染一尘 不离一法 这就叫亲近本能 这样的亲近句 就叫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 为什么极乐世界叫净土 亲近的岔土 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就是实相 这个无为法身就是它的极定 无量寿 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 所以极乐世界的亲近就是无量光 光是两个核心功德所衍生出来的 才叫亲近 所以这个亲近有两种 因此两种就是有众生 众生亲近和气世界的亲近 应该知道 好 这里这是一个天津菩萨讲的三句 这三句 谈卵大师对这三句 有个详细的注释 这数字就是上面呢 这个谈到的三句的转录 就是二十九种状元 圆龙的通录到一法句 一法句录到亲近句 那么亲近句录到法身 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所以现在要特别的把这个亲近 给出两种来加以解说 这是因知的 好 这两种论里面就表达 第一是气世间亲近 第二是众生世间亲近 这个气世间亲近 就是前面属描述的 十七种庄严佛土功的成就 就是依报 这个往生者生存的环境 这叫气世间亲近 众生世间亲近 就是前面说的 阿弥陀佛的八种功的成就 还有菩萨的四种庄严功的成就 这叫众生世间亲近 前面对这个众生也做了一个讨论 我们一般认为众生就是指 聂力凡夫 这个数数轮回 取向的众生 但是在大圣法里面 他就不是这么理解轮回不休的众生了 而是从那种实相上来表达 众生也包含着 这个佛菩萨也可以认为是众生的 所以这里谈到众生世间亲近和气世间亲近 都能够录到一法句 换句话来说 如是一法句就奢奢奢了这两种亲近义 是应该要知道的 好 那么现在对这个众生世间亲近和气世间亲近 进一步加以介说了 这个众生指他的正报了 气世间是指医报 众生为别报之体 就是这个无论是阿弥陀佛 还是极多世界菩萨 他都是别业所感报的这个体性 是各有各的这种情形 是不共的 这叫别报之体 国土为共报之用 这个国土我们生活在同一环境当中是共一属感的的这样的一个处属 就好像我们同时生活在这个时空态里面投身到这个中国 那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捏报身 个人有个人的命运 这就是别报之体 但是同时又在这个武作恶世 生存环境这么这么恶劣 生态环境 人际关系 道德水平等等 这个国土 同样要经受这样的温室效应 这样的地震 这样的污染 这就是我们共一 有他共一感报的这样的一点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埋怨社会上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形 这个像愤亲似的 愤亲你这个倒是发泄下可以 但是你仔细思维 你感到这样的不如意的现实 这我们都有一份责任 你的反观 你如果真是一个很有善业的福德智慧很好的情况 那你就不可能生活在这么一个这样的你认为不如意的 这样的国土环境里面 所以每个人都有份责任 所以它是一个共一的一种表达 好 所以这个正报和依报 它这个不依 就是有差异 这是应该知道的 好 虽然有差异 但又有它共同点 就是一切法 无论设法心法 包括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社会制度 我们所碰到什么领导人等等这些 这些也都是我们的涅饰心所显现的 主法新成 离不开我们当下这个心 心外无境境外无心 全体的境界都是我们涅饰的心的一种彰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众生世间和气世间 它也是不可易 你也不能把它分得很明显 所以不得意 就是它有共同点 不得意又有它的涅滴的差异性 所以用这个原理来关照 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情况 它也是不一不易的 不一则一分 就是我们虽然都是念佛往生的人 但是它也不一 每个人的发心有浅身 每个人的福德有差异 有优劣 每个人念佛的功夫也不同 它也不一 由这个不一 就感到往生到极乐世界 也有它的差异性 差异性在什么地方 所以极乐世界的差异就表现成 仕途九品 你是念力凡夫 你就是到这个凡圣童剧度 凡圣童剧度又有九品 跟你的修行的功夫密集相关 你这个信念真切 原发三心 又修行三种行为 上品上身的资格具有了 你就上品上身了 或者解地异地 或者发菩提心 这些就上品往生 如果是你这个慈戒 僧文戒的慈戒功德往生 那就是中辈往生 如果是你造五年十恶的众生 但是灵命中是闻善之时 这个讲述净土一法 你那关键时刻发心 你往生 引了蒙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那是下三品往生了 所以他有他的分别 好 虽然有分别 但又同时又不易 不易就是说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有仕途的差异 但他极乐世界又是圆龙 整体上他是暴徒 是阿弥陀佛愿心 所留心的清净的差异 于是虽然是 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土 但是你能见到僧文 你能见到菩萨 你能见到佛 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往生到凡圣同居土 就等于往生到上山土 他有同等的清净 你一去 只要从莲花一出来 你就也叫阿弥八字菩萨 也能得到三种不退 是这个意思 大家都要理解这个 不得意不得意 不一则一分 不一同亲近 这些辩证关系 中道的道理 都必须要了解的 因为就会产生一种 很偏执的观念 认为只有修哪一愿 才能到暴土 修其他的愿就到画土 他这个就不如 这个说的圆龙 符合佛理的道理 从阿弥陀佛那边 是同等的清净 从我们往生者的 历世心来看 就不分 而我们的历力 又把它分得仕途纠平 这样的关系 好 下面就谈到气是间 气就是用的意思 作用 那就是极乐净土 是这个往生者 往生到极乐净土的众生 所受用的 他的黄金为地 七宝宫殿 七重杭树 无量的七宝石 八宫的水 虚空当中的罗网 种种的白蛇 白蛇鸟 邪鸣 这些都是往生者 亲近众生 所受用的外部环境 五层都很微妙 所以就称为气 好 那这个要做到 这个两种事间都亲近 一定要众生 事间和气事间 要同等亲近 如果有一种不亲近 都不行 所以就好 这里就比如 一个很干净的饮食 如果放在一个 不干净的器具里面 那由于这个器具不干净 故 这个饮食它也污染了 它也不干净 反之呢 如果一个 不干净的饮食 放在一个干净的器具里面 由于这个饮食不干净 也使得这个器具也不干净 所以一定要 正暴的众生 和一暴的环境 都干净 都亲近 才能成为 就近的亲近 那这里来看 这个极乐世界 为什么叫一亲近具 就在于极乐世界的 众生世间 和气世间 都亲近 由于这种亲近 都是来自于 阿弥陀佛亲近的 怨心里面 属笼罩 属加持 的一个结果 有人不是会这样去讲吗 这个极乐世界 那么亲近的地方 那么庄严的地方 你一定要断烦恼 如果你的烦恼 不断到那去 贪贞之三毒烦恼 虽然极乐世界 那么干净 你一去都把那搞乱了 搞脏了 这一天 是否也有道理 但是这里面 你忘了一条 阿弥陀佛亲近的怨心 巨大的加持力 你只要到了极乐世界 你就不会去造恶 你就远离了 我和我 我所的观念 你内心就很清净 你 你连 相貌都很清净 三四二相八十 随行好 子魔真金色 心地 也很清净 没有贪真吃的三毒烦恼 这些 那就不一样 为什么他特别就特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往生 就众生清净 那有人就提出问题了 说这个 连众生清净 谈清净 只有佛菩萨才有资格谈清净了 那极乐世界有天人了 国中天人就是大耶往生的人了 像我们这些人 成就往生就到 就成为国中天人 是以人的身份往生的 那以人的身份往生 我们的贱货 师货 成杀货 一品都没断了 好 那这些国中天人 难道也可以称为清净吗 好 这个 问得很好 所以你看谈论大师回答 可以说清净 得名清净非实清净 得名清净 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 平等的加持 让我们在那里有清净功德的受用 阿比拔志 向好庄严 六种神通 离开我职 勤见 路大神正定句 这些都是菩萨 这个阿弥陀佛菩萨的那种得用 我们有 得名清净 非实清净 但是从这个国中天人 断货的程度来看 他不能说他真实的清净 因为他还有见或师或成杀或没有断 无名或没有断 好 虽能非实清净 但又可以称为阿比拔志 所以这里面的身份就很奇特 非凡非圣 既凡既圣 由于他一句就是阿比拔志 你非凡 你不能说他是凡夫 但是他的烦恼没有断 你不能说他是圣人 但是从他具有烦恼来看 你可以说他是凡夫 暂时从他佛的加持让他向好光明 佛的智慧等同圣人 他也可以成为圣人阿比拔志菩萨 这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教王所不能全息的 但极乐世界却出现这么一个奇特的情形 这种奇特情形就是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强缘的加持 跟我们国中天人之间互动的一种产物 虽然是这样 但还可以说他是众生 是亲近的众生 这就比喻 一个出家的比丘 他断见识祸了 赠阿罗汉了 或者破无名了 发生大事了 虽然是这个圣人 但是他出家成为比丘 这个圣人 圣生 那么他的名称可以称为比丘 但凡夫出家 无论是他持戒还是破戒 都也可以称为比丘 从这个名称上来看 都可以称为比丘 但是他的断货水平有很大的差异 人家这个修行高的 这个高山扬子的 可以进高山传 那我们这个烦恼重重 那这个一高都不高 那你就进不了 但是高山传他也叫比丘 我们虽然没有进去 也算比丘 那就比如 这个转能圣王 生了个儿子 那生了儿子 他就是要接班的 这个要给他灌顶 这个转能圣王刚出生的时候 也具有三十二相 他的那种本能的得业感召 就会赶得七宝 七宝就是轮宝 马宝 玉女宝 这些是归他所拥有的 因为他还在婴儿阶段或少年阶段 虽然他还没有登上转能圣王 来行使转能圣王的那个正式 但是也可以称他为转能王 是由于他必定能成为转能圣王 登上那个位置 好 由这个来看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 也像这一样 像转能圣王小时候一样 虽然还没登位 但是他一定会登位的 因为我们往生之后 国中天人一往生 就录到大圣镇定之据了 镇定之据就不会退转了 三种不退 为什么叫一身成佛 因为他不退转又寿命无量 当然他一身就能成佛 就在这样的正定之据当中 又得阿弥陀佛愿力光明的加持 足上善人的提携 他就必定能够正得清净法身 就能够很快正到八地以上的水平 无作妙用 甚至很快得一身补促 快速成佛 所以由这个往生者 国中天人一定会得到清净法身故 所以可以称他为清净 所以这里 那这里就要理解这个清净 由佛的加持 他必定成就 清净法身故 从他的这种功能作用来说 可以成为清净 但是从这个国中天人 自正的水平来看 也暂时没有得到清净 虽然没有得到清净 他一定能得到清净 二十九种状态 奢罗一法句 一法句如到一清净句 一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众生世间和气世间 两者都清净 所以才叫真正的净土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这样子 南无阿弥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